今天筆記道跟大家分享一下 亞洲金融中心 香港的地位被新加坡超越了 成為紐倫波 紐就是紐約 倫就是倫敦 波就是新加坡 我們香港微跌一級 第四 新加坡就由第六去超越了 香港彎道超越 大家都知道 那有什麼特別說呢 傻了 筆記道做了很多研究 我告訴你 為什麼會發展成這樣 還有為什麼香港什麼都沒有 又沒有石油又沒有工業 什麼都沒有 怎樣可以成為國際金融中心排第三 這個就是要講歷史背景 不過還沒講歷史背景之前 都跟大家講講 今年排名榜改變了 主要大家一定要清楚 排名榜有時候 不夠分量 那就沒什麼所謂 但是這個是一個 很重要的智庫出的排行榜之餘 最重要是響 中國深圳和英國倫敦聯合發佈 喂 那即是換句話說 很有 很有影響力的 還有分量非常足 不是造假 為什麼 喂 深圳都和你寫了 是不是 如果那間公司是偏向的話 喂 那就沒得搞了 沒有公信力 但是這個可信性是非常高 我們用幾集的時間來分享 這個重要性就是 為什麼 香港可以 找到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第三是長期押著 押了很多年 現在就是因為政治問題 或者其他的問題 防疫問題 有些東西走了 好了 但是我想問 回回頭先 為什麼它可以成為金融中心 原來有兩個背景 這兩個背景都不是很多人說 我第一次跟你說 怎麼說 原來關英國事 又關中國事 為什麼 中國不肯收回香港 那時候打到下來 打到去深圳 要和英國政府收話都沒辦法 他不收 因為說不懂管 因為我們走的是共產主義 當時 香港是被英國人管 走的是 資本主義社會 不會管的 那怎麼搞 不學習 海去派探 但是英國人又怎樣 好了 這個很重要 就是英國 香港的金融中心的地位 不是一開始就是了 有兩個國家 都不去理他 任由他發展的 第一個 很大程度上是中央會繼續支持香港 還有當日 英國政府統治 管治香港的時候 是任許做的嘛 任許做的意思是怎樣 喂 大家都放了很多利益 在這裏 又是那一句了 聽這個 筆記道 和你美美道來 香港什麼都沒有 為什麼房地產一路炒上去 這是其中一個問題 英國政府 在放任的情況 他不是完全放任 房地產任去升的 但是他認為就是說 可以不管 就盡量不要管 只要香港不亂就行了 不亂的意思就是說 喂 不要搞不好 那時候無論是任何搞什麼都好 那時候 不同都有不同的勢力之長 有人想過 有人走白份 走私 賭博 搶劫 欺詐 地下錢莊 什麼都有 但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喂 在現在 這些當然是叫做黑社會 在那個年代 就不是了 所有的人 都會在這個地方 只要走進去 黑錢可以通過一些方法 去變成一些白錢 你可以換英鎊 美金 歐元 都可以 因為這樣的關係 就變成了一個 非常非常的 亞洲最大的金融自由港 錢的自由度非常高 去准你入 又准你出 我不管你的錢是怎樣得來的 喂 到了香港 就能夠合法換到英鎊 美金 這樣的話 就會設立了一個很重要的資產機制 如果這個資產機制得以管制得好 那就很多利益了 這個是零風險 一本萬里的生意來的 這樣就不小心 大力推動了金融業的發展 也都完成了 今天 香港的資產累積 有哪個家族 我不斷舉個家族 喂 有人賣白粉 起了家的 那個不是 利氏家族 當時是四大家族之一 他的錢 現在是黑錢又白錢 下次回來再說 多謝大家